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你配当国家主席吗 黄州召开亚运会期间 黄州千古名削铃银子前 通往大门的路上被铺上了红色地毯 这条红箭是为前来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 敘利亚总统阿萨德·巴萨尔夫妇 游览铃银子的时候而特意铺上的 红地毯直通大红宝殿 阿萨德夫妇还被方丈主持 《圣装热情迎节》 时事评论员蔡新坤发帖写说 灵影子破天荒躺开大门 将一个杀人鱒骂残酷血腥的恐怖头子 请入伐门 同方丈谭笑风生 为他祈福烧灾 这个真是蝕毒了千年古杀 这个实在是触路臣佛 唯亦天意的大罪过 据传灵影子前的红箭 都是为了习近平铺设的 习信着这条血路走的子内 刻意低调前去拜祭子内 供奉的共产党新史牌 那个是周恩来早年 鉴在灵影子宫的中共国运牌 被中国百姓称为 是中共政国神社牌 习近平的力想保党 却不知道自己 弄到扮演党的国务人角色 自证节目 老北京茶馆 日前借灵影子小和尚的典故指出 大红地毯于血色水流 直扑子门 欲视着血光大灾 一个策子委阀的无神论党 在寺庙里面供着党牌 一边委阀 一边利用阀 这个等于自判死刑 自立证据 只等着象征血光之中的 红地毯铺过来 那么中共政权的大限之日 就只日可待了 这个就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事 控肖之前还有预兆 都是中共党自己动手为自己骨的份 9月11日那天 党媒人民日报微博公众号 登在了南宋私人林星的提林安帝 山外青山流爱流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分得游人罪 只把杭州作变州 这个就是象征国家将亡的一首反思 人民日报发布的这首诗 貌似巧合 实质是命名之中的定数 习近平自己都在发力加速中共的灭亡 9月20日下午 习近平去了浙江少庆的 风桥经验陈列馆 说要重温风桥经验诞生的历程 推动新时代风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了解中共历史的学者都知道 所谓的风桥经验 就是共产党发明的群众斗群众 监控 改造加级敌人的做法 不知道折磨死多少中国人 这个运动的推广 真是会都无时代 物极必反 剝极必伏 红朝丧终正在敲响 中共向来就从上红档档的血色 公开资料显示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 中国人民历经各种的政治运动 各类非正常死亡人数 约6033万人 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全世界的死亡人数 连中共自己都称中共党旗为血染的风采 血色地战直通灵引子 而子内供奉着多年的中共国运牌 越试着中共红色政权即将落幕 日经亚洲资深赞稿人 钟扎乞议先后在9月5日 21日两道法文旨 金国夏天北戴河会议期间 中共元老向习近平发烂斥责 其中中央官委前副主席 商将慈浩田都出席了这场会议 钟扎乞议曾经在中国担任七年特派记者 后来担任日经亚洲中国分社社长 而且是2014年范恩 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的得主 他在9月5日赞文指出 中国国内政治动荡的前兆 似乎在今个夏天北戴河会议就已浮现 里长闭门会议的非正式讨论 从未正式披露 但今年会议细节已经开始浮上台面 消息人士指清 今年北戴河会议上 你扮退休中共元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执责了习近平 根据收集到的消息 习近平之后向最亲近的幕僚 表达了他的沮丧 事实上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区 就已经先召开了他们的会议 总结他们的意见 之后这帮元老 仅只有几个人前往北戴河 向当前领导人传达他们的共识 上述消息人士指清 这场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 当前领导人的会面为期一日 中习刻意的上述文章指出 中共元老传达的讯息主旨是 如果政治、经济、社会动荡持续下去 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中共可能会失去公众支持 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 习近平就回应说 过去三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 都落在我的肩头上 过去十年我一直解决这些问题 但问题仍然未解决 罪责在我里面吗 也就是说 习近平将他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推到他前任的身上 另外有一位网友爆料 和中乘刻意的文章内容不谋而合 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 据ex网友胡道道8月19日发文说 习近平在北戴河已陷入殷狂状态 捉到谁就骂谁 由众常委开始逐个去训话 然后再骂邓江湖不负责任 骂金庸 骂银行 骂房地产 中乘刻意9月21日进一步引述消息责民说 中共军队正处于某种混乱之中 在上个月北戴河会议上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商将慈浩田都出席了这场会议 当时慈浩田坐在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真慈红的隔离 中乘刻意说 这位军事重量级人物的出现 可能足以令习近平感到不舒服 外界认为 这个人的出现都足以令习近平警方失措 文章说 慈浩田虽然全程都没有发言 然而无声的行为都被认为值得换味 这种的行为被解读为 中共军队元老对习近平施压 表达对于系列整肃军队行动的不满 中乘刻意认为 军队内部整肃 动荡和反习情绪的蔓延 可能和密切关注军队的慈浩田 在北戴河会议当中的沉密施压有关 长期关注中国时政 和国内官员有联系的网络作家 李敏映对媒体表示 他认为北戴河这些传闻可信 因为他由自己的渠道都有听讲一些 台湾之心媒体人 中国问题专家唐浩9月22号 在《世界的十字路口》节目当中说 无论这两篇文章说的是否真的 但至少反映了几个重点 首先中南海的内部权力斗争 确实是非常激烈 不单止习近平和军方在斗争着 其他党内派系都在跟习斗着 因此不断通过境外媒体放话 打国际舆论战 曝光党内确实存在斗争 很多人对习不满 需要借此被习难堪 其次这场国际舆论战的目的 是要警告习近平不要再整肃军队 否则会有更加重磅的爆料 大家就肉食俱焚 再次通过将消息出口转内销的方式 以此来激励国内党政均各界的 反习派营聚起来继续反习 9月22号 X平台真相传媒发布影片说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网路甲22号 北京合新会地下21区小吃街 在小题大作的敲诸题摊位前面 有一个女人当众大声说 作为中国人我就不理解黄发在哪里 习近平你配做国家主席吗 我就问问你 你配吗 你不配 你配我来 我说是中国人 你到底是人不了 我怕在哪里 你去想 你快来打不牙 我都问问你 你快来 你不会 你会想 对此疑似知情网友 Ever and Ever说 这里是北京东南三环附近的购物中心 合新会 还要是个很热闹繁华的地段 的确有勇气 没有男儿就等女儿来顶上 实时头条评论说 被人迫疯了老百姓 叫出来好 你起密密地去跳楼强很多 赠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 而且这种恐惧比起跳楼还要恐惧 什么是最坏的制度 分蛋糕的人先拿 还要不让别人知道他们拿了多少 不少的网友点赞 勇敢的人越来越多 为她的勇气鼓掌 但奇怪的是 周围没有人对她有兴趣 真英雄 都是有血性的人 我觉得这个女儿很正确 在中共国任何的问题 捅到她的根上面 一定是共产党的问题 也有网民为这位北京女人担心 她现在怎样 会被处死或者没有损失吗 希望这位英雄可以平安 全国家人的 List producer 长aine 赛尬 我们的数换